这座城市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 傻丫头 该下班了 四年 对不起啊 公司突然有些紧急情况 我现在还脱不了身 刚才太急了 忘记打电话跟你说了 那你大概要多久啊 我等你 今天是她以傅四年女友的身份 第一次登傅家的门 傅家大房二房都去了 就连连巧也都挺着个肚子去了 结果她这边偏偏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傅爷爷 祝您生日快乐 服务东海 树比南山 半夏 你今儿面子可大了 这么多人等你一个 连老爷子都一起陪着等 不关半夏的事 是我公司有事耽搁 爷爷 是松儿不孝 今天是您的好日子 松儿来晚了 给您请杯茶 您消消气 算了 你公司室多 晚点就晚点吧 人都来齐了 开餐吧 你今天穿得真好看 这紧红色的裙子特别衬你 真是美死了 难怪傅哥哥那么宝贝你 有嘴滑舌的 也不给肚子里的宝宝做点好榜样 姐 好开心啊 你要跟傅哥哥结婚了 我们俩都是傅家媳妇了 亲上加亲呢 在聊什么 好肉麻呀 就这么一会就赶快跑过来搂着 傅哥哥 你也太粘人了吧 比我更粘人的来了 你们笑什么 这么开心啊 你过来凑什么热闹 在家里 这样喜气洋洋的祥和场景 我有多少年没见过了 儿孙满堂 其乐融融 真好啊 季伴夏刚坐好 听见自己的手机响了 他的手机在包里 包在沙发上 不好意思啊 我去接个电话 我和伴夏不订婚了 挑个日子 直接办婚礼 日子都订好了 准备怎么办 跟老爷子说了没 当然要大办了 我们傅家好几年没热闹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热闹热闹 完了 看来约翁跟傅斯尼撒娇打滚了 求他不要大操大办的 那个 我过去接个电话啊 你们吃 不用管我 西班夏 你们部门到底是怎么回事 优品的广告来来回回审核多少遍啊 对不起啊 是我工作失误 明天早上九点之前 所有广告必须全部撤掉 如果做不到 你这个主管就等着下课吧 公司的事一直没解决好 啊 四年 我 我必须马上回公司 那就别回公司了 直接下课好了 我知道你巴不得我不上班呢 每天给你洗衣做饭 再给你生一堆孩子 你这份工作做起来这么辛苦 为什么还要坚持做下去 你不是一直想学油画吗 辞职之后 你可以报个研修班 白天我去上班 你去上课 晚上我们一起造小人 这样不好吗 不好 我喜欢这份工作 目前没有离职的打算 好吧 那吃完饭 我跟你们乔总打个电话吧 这件事 我要解决的办法 真的 你有什么办法 怎么不早说啊 小姐 我刚才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不好 你不用担心了 这件事交给我来吧 现在我们先回去吃饭 吃完饭再说 打电话哪里不能打呀 非要来客房 你没看余人刚才的眼神吗 搞得好像我们迫不及待来客房做点什么似的 他们没想错 不做点什么 怎么对得起这良辰美景啊 不要了 先打电话吧 乔总那边肯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 你亲吻一下我就打 这里 大爷 姑奶奶这样总行了吧 不够甜 算了 先放你一毛 这笔照一会儿再算 他拿起手机 拨了乔总的电话 哎呦 不走 太荣幸了 竟然劳您大家亲自给我打电话 有心有事真是好啊 乔总平时拽得二五八万的 哪知道在傅思念面前 会把身段摆得这么低 乔总啊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不是以华晨总裁的身份 是以你们公司员工家属的身份 想跟你沟通一件事 副总的意思是 你们跟优品的广告合作不是出了点问题吗 羁绊夏是间接责任人 我看他晚饭都没吃好 不停地接打电话 我看着都着急 啊 你和羁绊夏 对 羁绊夏是我女朋友 乔总 如果你信得过的话 这件事 我可以帮你们处理 信得过 信得过 傅思年的能量 他第一次有了直观的感受 事情解决了 我们来算算刚才那笔账吧 什么账啊 我不欠欠吧 好了啊 不赖劲了啊 自觉点 大家在楼下呢 我们都在这里做这种事情 实在是不好的 做什么事情 羁绊夏 你想歪了 你刚才不是说要跟我算账吗 比我不知道有什么意思 你就是想 想什么 想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啊 傅思年 你都三十五岁高龄了 怎么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件事啊 什么事啊 你倒是说呀 好了 你别闹了 大家都在楼下聊天呢 我们一直躲在上面不好 羁绊夏没有办法 只好仰起头主动献我 这样算清了 我们可以下去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 羁绊夏忽然被门边熙熙缩缩的声音给惊醒了 噓 别喊 是我 你从哪进来的 露台上 猜对了 讲你一个香吻 你从隔壁房间露台爬过来的 傅思年 你什么脑子进水了 三楼啊 你掉下去就成瘸子了 没办法呀 谁叫某个小猪睡得太死了 敲门都敲不行了 圣者为王 败者暖虫 羁绊夏是败者 快起床 半点四十了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傅思年你是猪啊 我来你家做客 被长辈起的还迟 真像话嘛 快起来 早饭都来不及了 快点快点 傅思年双牙 记忆办下看了他一会儿 啊 傅思年 你说 我们俩要是生了孩子 你算不算是老赖得子啊 你赢了 傅思年 一会儿怎么出去啊 怎么出去 当然是怎么出去啊 难道还翻路台原路返回啊 你振振玉袍从我房间离开是怎么回事 后面那么多佣人 你当人家是瞎的 看一看就看咯 他现在很热衷于秀恩爱 等纪办下和傅思年并肩走到餐厅 傅老爷子竟然也来了 从此君王不早朝啊 快坐下 还以为你们贪睡 不下来吃早餐了 怎么会啊 能陪爷爷吃早点是福分 四年现在越来越开朗了 好事 好事啊 本下呀 你养二十五了 四年到你十岁 你们俩年纪都不小了 该考虑孩子的事了 傅爷爷 我和四年 还没结婚呢 这有什么关系 都什么年代呢 你怎么还这么奉献 现在奉献成婚的 多的是 傅爷爷 哎 别再叫傅爷爷了 听着管生分的 你就和四年一样 叫我爷爷就行了 他 爷爷 哈哈哈哈 好孩子 过一会儿 爷爷给你礼物当做改口钱 快起来了 山路不好走 我们早点出发吧 拉我起来 傅斯尼安的什么心 你会不知道啊 基本上 女人还是傻一点 太聪明了 就不可爱了 不可爱就不可爱 又没让你爱 真的 那我去爱别人了 去吧 多爱几个 让我看看你的魅力 算了 我还是帮助最困难的同学吧 你凶成这样 想来 也没男人看得上 我就当主人为乐了 傅斯年 我们要不要打个赌 一会儿我去找个酒吧 三十分钟 看我能得到几个男人的电话 哦 行啊 那我们试试看 要是三十分钟 没一个男人搭讪你 你就 就怎么样 就搬到我的公寓中 如何 成交 二人从傅家出来 回到市区 祭拜下先回公司 做了善后工作 傅斯年在写字楼 一层的咖啡厅里等他 记住管 工作效率很高吗 那是 王夏 我之前跟你说的事情 你再考虑考虑 什么事啊 就是之前说过的辞职的事情 你这份工作太辛苦了 我不想看到你为工作担惊受怕 周末还要加班做事 不要 现在正好有升职的机会 我能努力就上去了 我才不辞职呢 什么职位 总监啊 高层准备 从我们三大主管里提拔一个 总监而已 华晨星投资了一个文化公司 主要做本权和影视业务 目前还差一个副总 做影视 做影视 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 也可以拓展其他业务 可是我没有这方面经验啊 没经验没关系啊 你是执行副总 公司的总经理懂业务就行了 你可以跟着慢慢学 以你的学习能力 应该很快就能上手 把他纳入自己的语意 再把他养胖一点 他也努努力 让他赶快还上孩子 等生了孩子 心思自然就转到家里来了 咖啡也喝完了 走 我带你去买件暖和点的衣服 好啊 副总付钱 我要买几件贵的 好啊 我们去把商场买空 进了酒吧 他和傅思年很自觉地各自散开 美女们扫尸一圈 最后都很有默契地散坐在羁绊下周围 这群美女是跟我有仇吗 有她们在周围坐着 怎么会有男人来搭讪我啊 有个时髦女郎正在搭讪傅思年 傅思年居然一点拒绝的意思也没有 是可忍 说不可忍 傅思年 你孩子尿不行了吗 就跑来喝酒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好各玩各的吗 傅思年 你是故意气我的吧 不傻吗 坐 别客气 没空 我的事情还没做完呢 没时间跟你先聊 死心吧 羁绊下 今天不会有男人搭讪你的 那可不一定 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我要力挽狂澜 那我祝你好运了 加油 他背上贴那张纸 是什么意思啊 还能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黑老大的情妇出来炫耀呗 羁绊下战战兢兢的反手去摸自己的后背 他摸到了一张贴纸 那可傅思年 记住光怎么又过来了 傅思年 麻烦你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贴在我后背上 你猜猜看 不用猜也知道是某个无耻小人 为了赢我 不惜使出卑鄙龙龙龙的招数 无耻小人 还好吧 哪有你说的那么卑鄙龙龙 呼 富裕成大事者皆不拘小劫 你这是不拘小劫吗 你这是偷鸡木狗 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那么多人盯着我看 快点想得出来 好了 别生气啊 我晚上会补偿你的 呸 反正这次结果不算数 你胜之不无 之前约定通通作废 怎么能这样 你太没契约精神了 我们只是约定 如果半小时内没男人来搭讪你 你就要搬到我家去住 又没说我不能在你背后贴纸 也没说 也没说什么 你还干什么了 看我多提提啊 我还请了他们过来为你助阵 那还真要多谢你了 好说好说 副总深情厚意 我也没有什么好汇报的 帮你同情活络一下吧 啊 力气可以再大点 小姑娘 你的足疗技术还要再提高提高 现在竞争这么仓库 你这种服务治疗 那可不行啊 迟早要被 住嘴 给我住嘴 分手 我要分手 夜晚拥有星星 因果拥有雨滴